在我怀孕第七个月的时候,我发现陈毅身边多了个红颜知己,他们无话不谈,默契十足,陈毅每天都会买两束花,一束给我一束给她,但从未有任何语矩,直到那个女人问她,如果你先遇到的是我,你会娶我吗? 陈毅没有回答,却在阳台抽了一夜的烟,今天的陈毅一直魂不守舍,几次欲言又止,却又咽了回去,最后还是我开了口,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陈毅叹了口气,需要出差,去临市,明天就能回来,但你身边离不开人,算了,我安排别人去,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她,看着她说的情真意切, 她坦然地迎着我的目光,不躲不闪,她疑惑地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没事,我说,你去吧,那你一个人怎么办?我让我妈过来陪我,自从我怀孕后,陈毅就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尤其随着我肚子越来越大,她总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推了很多应酬,就是为了照顾我。万一出了点什么事,你身边没有人,怎么办? 反正我在外面也是不放心,还不如不出去了。即使偶尔飞出去不可,她也至少会等我妈过来,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妈照顾好我。弄得我妈都哭笑不得。我亲生闺女,我还能亏待了不成。 可今天,她只迟疑了两秒,就点了头。那行,你照顾好自己,我尽快回来,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她走得很急,只拿了一套换洗的衣服,就匆匆离开。 我坐在原地没有动,甚至在她回头看我的时候,还笑着,冲她摆了摆手。等到房门紧闭,我还是没动。但挺到僵硬的脊背,却松懈了下来。 陈毅反常了,从头到尾都是反常。可我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一个多余的问题都没问。因为我知道,她要去哪儿,又要见谁。起初我并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我只知道她姓许,陈毅叫她许老板。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一年前,那时候我还没怀孕。我在审议公司楼下新开的一家咖啡馆等她。我没有提前通知她,想着到了中午再给她打电话。她却突然走了进来。前台那个原本懒洋洋的女人直起了身子。陈毅冲她点点头,她笑着比了个OK。那是一种无声的默契。 我一直觉得男女之间的默契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她会让双方误以为他们命中注定。但那时候奇怪的感觉只在脑子里一闪而过,我没有多想。后来陈毅看到了我,很惊讶。她问我怎么在这。我说,等你一起吃中饭。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怕打扰你工作吗?我问她,你怎么下来了?她捏了捏眉心无奈地说,工作上的事。 但是,烦得很,下来走走,顺便喝杯咖啡。这里烤的小饼干不错,你可以尝尝。说着,她抬起手,许老板,再来一份小饼干。迎着那女人疑惑的目光,她笑着介绍,我妻子。 那一天,她们都很坦然。陈毅坦然地介绍。许愿坦然地跟我打招呼,甚至还免了我们的单。陈毅说,这家的咖啡很正宗,尝过一次还不错。 他们公司的下午茶就订了这家。一来二去就熟悉了。 那时候,我以为,他们只是简单的店家和顾客。我不知道,其实那款味道极好的小饼干,他们店是不卖的。 我也不知道许愿会给陈毅发消息,问她,如果你先遇到的是我,你会娶我吗? 陈毅在晚上十点的时候,给我发了消息。 说她刚忙完到了酒店。说太累了,今天就不跟我视频了。让我照顾好自己,有什么事给她打电话。 我一一回复着,让她不要担心,我没事。我问咖啡馆的服务生,许老板呢?怎么没在? 小女生没什么心眼,见我语气熟忍,笑着说,出去了,下去就走了。 今天我们老板生日,应该跟男朋友约会去了吧,抱了一大束玫瑰,可浪漫了。 我点点头,外带了一杯咖啡就走了。 这座城市很大,想要找到两个人很难。 但陈毅给我买过一块通话手表。 我在她出门前塞进了她的电脑包。 那是我怀孕第四个月的时候她给我买的。 我是孕烦很严重的那类人。 直到怀孕的第四个月,我的体重都是不增反减。 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始贫血。 也不知道自己会因为空气不流通而在商场晕倒。 陈毅吓坏了。 直到我醒来,她的双手都在颤抖。 那块手表是她用来监测我的健康和实时定位我的位置的。 它很贵,所以定位的精准度也很高。 就像现在,她已经在这家酒店的十二楼停留了三个小时。 我没有连夜赶过去。 现在的我离遇产期只差二十三天。 我始终还是顾念自己的。 我扔了咖啡喝了牛奶,躺在柔软的床上。 听着住眠的白躁声。 可即使如此,我还是睡不着。 就像一个多月前的那一晚。 那是我第一次偷看陈毅的手机。 因为她太焦躁了。 给我削苹果时搁到了手。 给我倒水时又砸了杯子。 她阴沉着脸将面前的椅子狠狠地踹了出去。 我被她吓得尖叫。 她跟我道歉,说是工作中遇到了烦心事, 说她不是故意的。 可是半夜醒来,却发现身边冰凉,没了人。 陈毅在阳台抽了一夜的烟。 我怀着僵死的心情解锁了她的手机。 那个聊天见面没有退出。 那个备注只有一个许字的人, 在下午的时候发来一条消息。 如果你先遇到的是我,你会娶我吗? 陈毅没有回复。 她一个字都没有回复。 可那一夜,我的心还是死在了她的手机里。 我是早上六点带着户口本结婚证到达的那个酒店。 我把所有的东西放在服务台。 陈毅是我的丈夫,我想知道她订的哪间房。 如果你们没办法告诉我的话,我就报警。 我没有经历跟任何人掰扯太多。 累。 身心俱疲的累。 前台愣了很久。 目光由惊讶转为迟疑又转为怜悯。 您稍等,我马上帮您查。 她很快就把那个房间号告诉给了我。 又问我需不需要帮忙。 我笑着摇摇头,轻抚着隆起的肚子上了楼。 陈毅并没有让我久等。 我只在门外站了不到四十分钟, 面前的房门就开了。 陈毅握着门把手站在那儿。 她身后,一双纤细的胳膊缠上了她的腰。 陈毅,谢谢你给了我这一碗, 我一辈子都,一辈子都怎么呢? 她的话没有说完,被陈毅仓皇甩开。 她看到了我,快不向我走来。 我却歪着头,看向她身后。 许愿跌坐在地上, 火红的吊带裙已经遮不住她白皙的腿了。 她正正地看着陈毅的背影。 目光中有难过,也有委屈。 许许。 陈毅换出我名字的时候,声音在发颤。 我也是。 我握在身后的手一直在抖。 我以为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我是可以淡然应对的。 可真到了当下, 我却发现, 我连站立柱都有些困难。 车在哪儿? 地下停车场。 走吧。 我手撑着墙, 率先转身。 陈毅想扶我。 我低吼, 别碰我。 她的手哆嗦一下定住了, 亦不亦驱地跟在我身旁。 许愿就是在这个时候追上来的。 林小姐, 你大可不用这样, 我和沈毅之间没你想得那么龌龊。 她的语气不卑不亢, 脸上满是倔强。 几乎在她话音刚落的瞬间, 我一巴掌落了下去。 啪。 啊。 许愿惊叫一声, 你凭什么打人? 她心疼地抬手, 想触碰陈毅明显红了的脸。 陈毅侧身躲过。 她哀求地看着我, 许许, 我们回家。 许愿握紧了拳头, 恶狠狠地瞪着我。 林小姐, 你有什么不满冲我来, 你凭什么打陈毅? 你别说了。 许愿不敢置信地看着陈毅, 我在帮你。 你闭嘴。 陈毅低赤。 她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许愿, 只一直望着我, 并再一次开口。 许许, 我们回家。 许许, 我可以解释的。 昨天是许愿的生日, 她在这边没有朋友, 就希望我陪陪她。 我只是陪她过了一个生日,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骗你是我不对, 我跟你道歉。 我只是怕你生气, 怕你多想。 我错了, 如果你介意, 我以后不再跟她见面。 她只是一个朋友。 许许, 你别不理我, 你说说话好吗? 你别吓我。 从回到家到现在, 陈毅说了很多。 解释, 道歉, 自责。 我想开口说话的, 可喉咙里, 却仿佛被塞了棉花, 让我连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最后只能一字一句道, 陈毅, 我们离婚吧。 我的话让陈毅猛地颤了下, 她握紧拳头, 深深地闭上眼睛, 再睁开, 好似压下了自己暴怒的情绪。 我和她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们只是喝着酒聊天。 许许, 你别这样行吗? 我知道你生气, 是我不对, 我错了, 我认法。 可是你要相信我,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什么叫对不起我的事呢? 你们应该拥抱了吧, 应该还接吻了。 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 这里, 我指着她的嘴唇, 咬伤, 沉溢一阵, 嘴唇紧绷, 我绝望地看着她。 还要坐到哪一步呢? 桌奸在床, 你们共处一室, 整整一夜, 你让我怎么信你? 沉溢, 我怎么信你? 沉溢颓然地垂下了头, 她担心跪在我身前, 想碰我却不敢。 许许, 我错了。 是我鬼迷心撬昏了头, 但我发誓, 我们没有发生更多的。 我求你, 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 看在我们即将出生的孩子的份上, 你给我一次机会。 多可笑。 她明明知道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明明知道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 还能做出这些, 却仍然希望我能看在这些的份上原谅她。 一层层叠加的情绪, 一个个让人崩溃的记忆, 我恍然地看向四周, 最后又把目光落在自己的肚子上, 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 屋叶声听起来像困兽, 沉溢紧张地护着我, 许许, 许许, 你怎么了? 你要找什么? 你告诉我, 我帮你找。 她的声音就像一根火柴, 瞬间引爆了我。 我终于嚎啕地哭出了声, 我要离婚, 我要跟你离婚。 今年是我和沈亿结婚的第四年, 怀上这个孩子, 我们都很开心, 但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 强烈的孕反, 我几乎吃不下去东西, 可是不吃身体又受不住, 只能抢逼着自己。 那时候我天天哭, 太难受了, 难受到让我觉得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们是有想过不要这个孩子的, 可真当见了红, 我们又都慌了。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 保胎。 怀孕的初期, 我就像生了一场大病, 严重的营养不良, 贫血, 再加上那次昏倒。 说一句兵荒马乱, 不为过了。 这个小生命, 看起来好脆弱, 可又那么坚强。 我是害怕自己会因为这件事早产的。 我神志已经做好了, 随时拨打120的准备。 我不敢歇斯底里, 不敢打, 不敢砸, 就连哭都得憋着, 直到再也憋不住。 可这引发的连锁反应, 是我挖得吐了出来。 我抱着马桶, 跪在地上。 那是一种五脏六腑都一味了的痛苦。 陈毅拼命地拍打着门。 他求我开门, 求我出来。 他大吼, 让我不要拿自己和孩子开玩笑。 我狼狈地捂着自己的肚子。 我多想体面地结束这一切啊。 可早在沈毅开始游移时, 我的尊严就被踩在了地上。 我的父母被陈毅请了过来。 我是在听到妈妈的声音后才开的门。 一向温和带笑的爸爸第一次冷了脸。 我好好的姑娘就是让你这么糟蹋的。 他们带着我离开。 陈毅拦不住。 爸爸问我, 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哑着声音说, 我要离婚。 爸爸沉默良久, 那就离。 这一夜是妈妈陪我睡的。 他搂着我, 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却一句多余的话都没问。 父母沉默的慰藉让我冷静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陈毅就上门了。 他买了早餐, 抢笑着跟我父母打招呼。 他们焊了焊手就出门了。 把空间留给了我们。 陈毅端着我爱吃的馄饨, 讨好的看着我。 许许, 吃一点吧。 我目着脸。 陈毅, 我们谈谈。 他端着早餐和凉酒, 最后点点头。 好, 从何聊起呢? 我对沈毅说, 我给过你机会的, 我也想过当作没发生。 陈毅正了下, 有些不解地看着我。 我讽刺一笑。 那一日许愿问你, 如果你先遇到的是她, 你会不会娶她? 因为这一句话你焦躁, 暴怒, 彻夜未眠。 当你在阳台抽了一叶烟的时候, 我偷看了你的手机。 我一直觉得, 翻看伴侣的手机不是一个好的行为。 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 隔阂就已经产生。 如果两个人之间连信任都没了, 又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可就是这样想法的我, 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我的话让陈毅僵住了。 她的身体微微厚清, 那是一种下意识想要逃跑的姿态。 她握紧拳头, 深吸了一口气。 可我没有回她。 我擦掉眼角, 无意识勤出的泪水。 是啊, 你没有回, 却比回了还让我难过。 沉默的窒息感再一次弥漫。 陈毅几次张口欲言。 最后她说, 如果你看过那些, 你应该明白的, 我和她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余句, 我只把她当朋友。 前天晚上, 是, 我们喝多了, 有些昏了头, 可也止步于此, 没有再见。 吁吁, 我真的没有背叛你。 我没有看陈毅, 只常常地吐出一口浊气。 4月3日, 我预约做四维彩钞的日子, 我们可以第一次看到 宝宝大概长什么样。 我特别期待, 但你说你没有时间, 因为有个重要的会议。 可实际上, 是你约好了许愿去爬山, 你每天都会在楼下定两树满天星, 一树早上带走, 给它, 一树晚上带回来, 给我。 只有2月14日那天不同, 你带走的是玫瑰, 19朵玫瑰。 你们那栋大楼的专用电梯 是需要内部卡的, 许愿抱怨, 说等电梯要好久, 你就给了她一张。 你说你肩膀疼, 她就专门去医院给你配了膏药。 那段时间, 你身上总是有药味, 我问你, 你说是你自己买的。 你生日那天, 在我睡着后, 在凌晨, 你下了楼, 许愿送了你一个袖扣。 她问你, 她是不是第一个祝你生日快乐的? 你说是。 你们的默契是, 她说走。 你说走。 她说一个顶楼, 你回复一个1。 她说困了。 你说马上到。 你换车那天, 是带她去试驾的。 她说, 有人误以为你们是情侣, 你发了个尴尬的表情, 然后是满屏的哈哈哈哈。 你每天下班回来的路上, 都会和她语言聊天。 27分钟, 正常语速, 你们可以说两到三千字。 除了热恋的时候, 我们有多久一天, 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了。 和许愿聊天的陈毅是让我陌生的。 不, 也不应该说陌生。 大学时候的陈毅就是那样。 开朗, 话多, 甚至还带着点小幼稚。 只是当对面的人不再是我。 那种仿佛蚂蚁啃食皮肤的难受感几乎将我吞没。 陈毅的头越垂越低。 她毫无底气地说, 我只是把她当朋友, 我只是有时候太累了, 和她聊聊天。 我们只是在聊天。 许许, 你要怎么样才肯信我? 深深的无力感拉着我往下坠。 陈毅, 你知道我有多希望你已经出轨了吗? 你们的亲近你们的默契, 就像一柄悬在我头上的闸刀, 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落下, 我只能提心吊胆地等着。 我想过当作没看见, 我也犹豫过是否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是真的犹豫过。 我怀孕了, 我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 他们没有真的发生什么。 我是该清醒地直面还是该含糊地带过。 可其实, 当我关掉手机躺下去, 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 就表明了我的态度。 我以为我可以做到, 可自从我发现了那些, 我就不再信任你。 你只要离开我的视线, 我就怀疑你和他在一起。 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会做什么? 那些猜疑每分每秒地啃视我。 我快被逼疯了。 陈毅, 我要被你逼疯了。 我无助地哭着吼着, 那是我最痛苦的一个半月。 我几乎觉得自己已经疯了, 直到陈毅答应陪许愿一夜。 他说, 这样也许我就能放下了。 陈毅, 你心疼心疼我吧。 陈毅回复, 好。 那一刻, 闸刀终于落下。 我向死而生。 陈毅, 我们离婚吧。 陈毅不同意。 他说, 他可以做任何妥协, 除了离婚。 他开始每天往我父母这边跑。 不让他进, 他就坐在车里, 一坐就是一天。 他累我也累。 直到想要离婚我才发现, 原来离婚那么难。 在有一方不同意的情况下, 只能提起诉讼, 从诉讼到开庭, 起码一个月。 如果不是重大过错, 一审不会判离。 那么, 就只能再等半年, 再次起诉。 第二次就能判吗? 应该, 也许, 大概。 可现在, 我快生了。 我等不了一个月。 我只能熬。 这让我焦虑, 失眠, 没有食欲, 甚至开始暴怒。 在我又一次歇斯底里的 把陈毅送上门的东西扔出去时, 温热地周焦了他满身。 陈毅气地发抖, 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 我已经跟你认错, 道歉, 并发誓不会再有下一次, 为什么你还要不依不饶? 我就真的那么不可饶恕吗?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就连一次机会都不能给我吗? 林之许, 算我求你了, 我们不闹了好吗? 我的耳旁嗡嗡作响。 我扶着门的手已经失了力道, 开始往下滑。 陈毅, 我也求你了, 别再恶心我了。 这是我昏倒前对沈毅说的最后一句话。 听我妈说我大出血了, 直接上了手术台, 剖工产, 显向还生, 但最后母女平安。 陈毅的母亲从国外赶了回来。 她妈拉着我的手, 满脸心疼, 辛苦你了。 你这孩子也是, 出了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知道给我打电话? 陈毅, 爱, 她这次是吃了教训, 长了记性的。 你没看到, 还躲在安全通道窟呢? 我太累了, 累得没有精力开口说话。 是我妈冷着脸, 拉过我的手。 陈毅妈妈, 你要是真心疼, 我们家许许, 就让陈毅把婚离了, 别再相互折磨。 陈毅的母亲僵了下, 亲家母, 我们当父母的 可不好这样掺和。 他们小两口是闹了点矛盾, 陈毅错了, 我让她道歉。 可这过日子, 牙齿都有咬到舌头的时候, 更何况是两夫妻。 再说了, 现在孩子也生了, 就算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他们絮絮叨叨, 好像说了很多。 我没有再听, 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对于陈毅的母亲, 我一直是尊重且亲近的。 她待我好, 我也愿意对她好。 可遇到事才发现, 谁的母亲还是帮着谁的。 或者说, 不管在沈毅还是陈毅母亲的眼里, 都是我小题大做了。 我不想见陈毅, 她就每天守在病房门口, 我爸拦着不让她进。 她既不闹也不硬闯, 就静静地待着, 只偶尔央着让她看看女儿。 我妈先软过几次, 趁着我睡着把孩子抱了出去。 其实我都知道, 只是装作不知道。 我没法隔断着孩子和她的血缘。 一辈子那么长, 我能拦着他们永不见面吗? 陈毅的坚持是有作用的。 至少我父母动摇了。 他们面对我和孩子时, 开始叹气。 我妈甚至欲言又止地说, 要不, 算了。 孤立无援, 让我痛苦。 可是, 我该怎么告诉所有人, 如果换做其他人, 可以, 没问题。 但是陈毅, 不行。 我那么爱我。 我一心一意, 期待我们孩子的到来。 他却在我最爱他的时候, 捅了我一刀。 那种被挚爱背叛的感觉, 纷纷渺渺地煎熬着我。 我恨他。 我也不再信任他。 我该怎么跟他过完余生? 就非要等到婚姻烂到了骨子里, 才能不要吗? 我在医院住了十五天。 许愿来过一次, 带着果蓝、鲜花, 说来看看我和孩子。 那会儿我父母带着孩子去照蓝光了。 陈毅说, 你走吧, 别再来了。 许愿沉默了几秒, 在开口时声音有些抖。 你什么意思? 不接我电话, 也不回我消息。 怎么, 连朋友都当不成了? 是不是林小姐还有误会? 我可以去跟她解释。 我, 许愿。 陈毅打断她, 以后我们别再联系了。 许愿是哭着离开的。 果蓝砸在沈亿身上。 她骂陈毅混蛋。 陈毅闷不吭声地瘦了。 后来她在我床边站了会儿。 在她准备转身出去的时候, 我叫住了她。 陈毅, 嗯, 我就是想问你, 等到柚子长大, 她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 你会劝她不要计较吗? 陈毅沉默了。 我继续说, 我女儿不行, 我也不行。 我知道她和许愿的对话是故意让我听到的。 她在告诉我, 她会和许愿断了联系。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现在断了就代表他们以前不曾爱过吗? 现在断了就代表他们以后不会再有瓜葛吗? 陈毅, 离婚吧。 否则等到出院, 我会提起诉讼。 我的这句话似乎引爆了陈毅一直压抑的情绪。 为什么? 她低吼, 我都已经这样跟你道歉了, 我给你下跪, 我哭着求你, 你还要怎样? 我只是犯了一个错, 就活该被判死刑吗? 你就连一次机会都不给我。 林之许, 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这是她第一次走得这么果决。 她说, 我们先暂时不要见面, 都冷静冷静, 等你想好了, 我们再谈。 一开始, 我没明白陈毅的意思。 但我们从大学到现在, 恋爱四年结婚四年, 我终究还是了解她的。 她好像在说, 凡事适可而止, 做得太过就不可爱了。 这个认知让我心底发寒, 也更坚定了我要离婚的决心。 没等到出月子, 我就见了律师, 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律师告诉我, 第一次基本上不会判离, 尤其在审议不配合的情况下。 如果你确定要离, 一审结束后开始分居, 分居满一年, 再次提起诉讼, 基本上半年左右就能判离。 我算着日子, 等着出庭, 收到法院传票的陈毅发了疯, 听说她砸了办公室所有的东西, 还怒斥让所有人滚。 我以为她会来找我, 可先一步传来的消息, 却是她母亲昏倒住院了。 怎么回事? 我问朋友, 她摇摇头, 不清楚, 好像是跟陈毅她爸吵架了, 具体因为什么, 没人知道。 现在怎么样了? 醒是醒过来了, 就是哭天枪地, 要死要活。 我松了口气, 醒过来就好。 妈妈说, 你不过去看看。 我忙着给女儿换尿不湿, 头也不抬。 不去? 既然已经决定了一拍两散, 就不要再做让彼此心存幻想的事。 很奇怪, 人好像是可以一夜之间长大的。 女儿出生前, 我以为沈亿给我的背叛 会让我痛不欲生, 致死方休。 可在一天一天照顾女儿的日子中, 我好像没有那么难过了。 我开始证实, 我的婚姻, 就是失败了。 我没想去看陈毅的母亲, 她却给我打来电话, 说想见我一面。 我没有别的意思, 许许, 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 她的声音难过又低沉, 让我犹豫了很久, 最后还是过去了。 也就这几天的功夫, 陈毅的母亲肉眼可见地憔悴了。 还是陈毅, 她的样子, 颓然到仿佛失去了全世界。 彷徨, 无助, 痛苦。 她说, 许许, 谢谢你, 谢谢你能来看我妈。 我冲她点了下头, 走进了病房, 陈毅的父亲出轨了。 不, 更准确地说, 是她遇到了真爱, 要离婚。 而她所谓的真爱, 只比陈毅小两岁。 哈, 她说她从来没有和哪个人这么契合过。 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钓鱼, 一起旅游, 有说不完的话。 她说她感觉自己重新活了过来。 她说, 她为这个家牺牲了一辈子, 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活一次。 陈毅的母亲越说越激动, 她说她对我, 对这个家, 只有责任。 是我和这个家绑住了她。 她凭什么? 难道就只有她对这个家有付出, 我就没有吗? 她凭什么几句话就否定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她就是移情别恋出轨了, 还非要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 我不会成全他们。 我死都不会成全他们。 想跟我离婚, 去找她的新欢。 没吗? 陈毅的母亲颤抖着抓住我的手。 许许, 你明白我的对不对? 你是理解我的, 是不是? 这世上只有你知道我遭遇了什么, 她是逼着我去死啊。 随着她的一字一句, 我终于明白了, 她为什么想见我, 又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么多? 原来真的是刀子不扎在自己身上, 不知道疼啊。 之前她轻描淡写地, 就把陈毅的过错接了过去, 形容那不过是牙齿碰到了舌头。 可现在, 到了她自己身上, 她却说这是在逼着她去死。 对此, 我没有安慰也没有落井下石, 只在她说完后推开了她的手。 面对她期待的目光, 我淡淡地说, 你好好休息, 柚子快醒了, 我就先回去了。 许许, 我出病房时, 陈毅就站在外面, 她目光阴阴地看着我, 我们谈谈, 好吗? 谈? 谈什么呢? 就连离婚我都只想解决, 不想谈。 陈毅, 你知道我今天过来见你母亲, 其实我还没出月子吗? 我这时候应该躺在床上休息, 而不是站在这里跟你谈。 我的话让陈毅的脸色白了又白, 她窃窃地上前一步, 我往后退, 她便不敢再进。 我问你两个问题吧, 第一, 如果你爸没有提到离婚, 只是有了个红颜之急, 你是供请你爸, 还是心疼你妈? 第二, 你爸有这个红颜之急,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他为什么非要在这个结果眼上提出离婚? 说完这些, 不顾陈毅隐忍到极致的情绪, 我扬长而去。 陈毅的父亲铁了心, 他宁愿净身出户, 也要离这个婚。 这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一直以来, 父母恩爱, 家境优渥, 都是陈毅的标签。 他没吃过原生家庭的苦, 他父亲是他的崇拜对象, 他母亲永远温柔善良。 在他毕业后, 他拿着家里的资金和资源自己创业, 到现在也是个小有所成的老板。 所以, 他也没吃过多少社会的苦。 唯一要说波兰, 大概就是这次我要跟他离婚吧。 我了解陈毅, 他知道自己错了, 但也觉得自己没那么错。 他选择了认错, 但也认为只要认个错就行了。 有什么大不了呢? 有什么大不了? 可他父亲的这件事, 却好像让他突然醒了过来。 他已经很多天没有联系我了, 但却会经常出现在我们小区外。 车子停在那里, 一停就是几个小时。 直到有一天, 他叫住了我爸, 说想见见我, 有话对我说。 他不愿意下来也没关系, 我就待一会儿, 一会儿就走。 我爸说完这些后, 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经历了些什么, 瘦了一圈, 身上的烟味重得吓人。 我犹豫了会儿, 最终还是决定跟他谈谈。 我们就在路边的长椅上坐着。 两久的沉默后, 陈毅开了口。 他说, 你上次问我的问题, 我想了很久。 后来我问了他,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离婚? 他说, 因为我和我妈的态度, 我们对这件事的轻描淡写, 让他觉得, 一个男人在外面多了个红颜之己, 是可以被接受的。 他觉得我能够理解他喜欢上了别人, 因为我也是这样做的。 既然如此, 那他提离婚, 我们应该也能很好接受。 陈毅说这些话的时候, 手一直在抖。 他的声音也是。 他怎么会做出那些事呢? 明明他和我妈一直相爱, 直到他提离婚的前一天, 他还会在出门前拥抱我妈。 陈毅把脸埋进掌心。 他哭了, 因为他父亲对婚姻对家庭的背叛。 可他的眼泪并没有激起我的任何怜悯, 反而让我心生不适。 直到他问我, 许许, 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我放在长椅上的手一紧, 到此扎进指腹, 生疼。 我回忆着那些并不美好的经历。 一开始是难过, 发现你身边多了那样一个红颜之己, 我很难过。 可是他的表白, 你没有回应, 我松了口气, 至少你没有背叛。 可你也没有了断, 你还是继续做那些事, 这让我很痛苦。 你们只是朋友, 你们没有余局, 难道结婚后连朋友都不能有了吗? 好像, 如果我追究, 都是我胡搅蛮缠。 直到你答应和他共度一夜, 我突然就松了口气, 都说当局者迷。 他的表白你没有回应, 不是你不想, 是你不能, 所以你痛苦, 焦躁, 暴怒。 即使知道他对你动了心, 你依旧没有保持距离, 因为舍不得。 你答应陪他一夜, 也是动了其他心思的吧。 阻挠你的是什么? 大概是你最后的责任感和道德底线。 陈毅, 当我后知后觉意识到, 原来你喜欢他的时候, 我特别恨你。 陈毅看着我的眼神很痛苦, 我却觉得心中的郁节散了些。 不过,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恨这种感情太浓烈, 伤人伤己, 没必要。 陈毅, 你如果真觉得对不起我, 那就果断地把婚离了吧, 给彼此保留点最后的体面。 在我们谈话的最后, 陈毅答应了离婚。 这让我一直以来紧绷的心松懈了下来, 可能是我脸上的笑意刺痛了他。 他离开得很匆忙, 就像落荒而逃一样。 我和沈毅离婚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他净身出户, 把固定资产都给了我。 他只留下了公司, 说以后他的都是柚子的。 他给的, 我收了。 至于他的话, 我笑了笑也没应。 一辈子太长, 不许诺不信诺, 这大概才是成年人的自我保护吧。 至于他和柚子的感情, 我不会特意阻拦, 也不会特意培养。 随缘, 柚子一天天长大, 他已经由干把的小猴子变成了粉嫩的糯米团子, 喜人得很。 我妈爱不释手, 乐意天天哄着。 我也就乐得清闲, 直接结束假期, 开始复工。 陈毅经常过来看柚子, 每次我都会找借口避开。 慢慢地他也就拾了去, 尽量找我不在的时候过来。 他的父母还在闹着, 听说他父亲已经在外安家了。 他母亲天天吵天天骂, 但也改变不了他父亲的去意已决。 于是他开始迁怒陈毅, 说都是陈毅带的头, 影响的他爸。 大戏一出接一出, 不用我目睹, 就有无数人往我耳中传。 后来陈毅过来的次数 也越来越少了。 因为他母亲闹得太凶, 不管是他父亲的事业 还是他的公司,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有人唏嘘, 有人挖苦, 有人看笑话。 就连我妈都忍不住感叹, 还好你, 及早从那个烂摊子里抽了身, 不然我们又又都要受影响。 对此我不置一词。 后来我遇到过许愿一次, 她有了新的恋情。 她跟我道歉, 说着曾经的范唇往事, 说着现在都放下了。 她满脸的释然, 一副要跟我一笑敏恩仇的样子, 让我觉得挺荒唐的。 你是真的想跟我道歉吗? 不过是自私地 想寻求心理安慰罢了。 许小姐, 我没有义务满足你, 因为你实实在在 破坏了我的婚姻和家庭。 这个愧疚感是你应该背负的。 而我只需要弯掉陈柯, 丢下包袱。 我有工作有孩子, 还有爱我的家人。 一段失败的婚姻, 她只能让我痛苦一阵子, 但绝不会让我痛苦一辈子。 前提是我及时抽身。 番外, 陈毅陈毅第一次遇到许愿时, 她的咖啡馆刚开业不久。 为了及时送餐, 她要求陈毅让她 搭乘那个内部电梯。 顺手的是, 陈毅答应了。 后来陈毅问过自己, 是不是其他的人, 她也会答应。 大概不会。 因为许愿足够漂亮, 那匆匆一瞥, 是有让她惊艳到的。 第二次见面, 许愿为了感谢她, 请她喝了杯咖啡。 于是, 陈毅又让她乘了一次电梯。 而她又送了她一份 自己现烤的小饼干。 就这么一来二去, 陈毅和许愿熟识起来。 她公司下午茶的订单 给了许愿。 她和许愿加上了联系方式。 那次她去爬山, 偶遇了许愿, 原来她也喜欢。 她还分享了自己的甜点和咖啡。 陈毅感到了久违的惬意。 许愿说, 以后我们一起。 陈毅笑了笑, 却没有答应。 她觉得这样不太好。 但最后她还是答应了, 因为他们又在同一场音乐会遇到了。 那场音乐会, 本来林之许应该陪她一起去, 可她为了工作放了她的鸽子。 陈毅嘴上没说, 心里是失望的。 许愿的出现弥补了她的失望。 他们竟然有那么多相似的爱好。 这样的契合让陈毅着迷。 闲聊中她说起了自己每天都会送林之许一束满天星的事。 许愿很羡慕。 她说从来没有人送她花。 陈毅有些心软, 于是说, 那我送你。 真的? 当然。 陈毅觉得这是无伤大雅的事。 不过多定一束花罢了。 于是后来, 在情人节, 当许愿说真想谈一场美美的恋爱, 如果有人送我一束玫瑰花就好了。 的时候, 陈毅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非要谈恋爱才能收到玫瑰花。 我送你。 陈毅没有细究。 她那时候的迫切, 是不是不希望许愿谈恋爱? 陈毅喜欢许愿吗? 应该是喜欢的吧。 只是这种喜欢是否跟爱情有关, 陈毅没有想过。 但她知道许愿的喜欢跟爱情有关, 怎么可能不知道。 男人在这方面最敏感了, 可她不希望许愿说出来。 她给不了许愿想要的, 也不想给。 她有她爱的妻子, 他们的孩子也马上要出生了。 许愿与她只能是朋友, 可最后许愿还是说的。 这让陈毅无比焦躁。 焦躁到不想看到林之许, 就好像林之许的存在是个阻碍一样。 陈毅没有回复许愿, 许愿也当那句话没有问出。 他们继续之前的相处模式, 只要不点破, 他们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可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那一夜荒唐, 他们拥抱接吻, 只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当陈毅打开门, 看到林之许, 她的心沉到了谷底。 陈毅一开始并没有觉得事情有多严重。 或者说, 她故意自欺欺人。 她只是交了一个朋友, 一个比较合得来的朋友。 她没有出轨, 没有做对不起林之许的事。 林之许可以生气, 不高兴。 她也会道歉。 但仅限于此。 离婚? 过了吧。 自从林之许发现后, 陈毅的情绪就一直很紧绷, 不停在愧疚和烦躁中横跳。 林之许难过, 伤心时, 她很愧疚。 可当林之许总把离婚挂在嘴边时, 她就会特别烦躁。 她只是犯了一个错, 一个没有严重到天理不容的错。 为什么就不能原谅她一次? 陈毅不明白。 直到她爸提出离婚, 那段时间陈毅心情很不好, 她妈也会跟着抱怨。 抱怨林之许不懂事, 太做。 本来没多大的事, 被她搞得好像天塌了一样。 别说红颜知己了, 男人但凡有点能力, 谁身边是干干净净的? 想要把日子过好, 有时候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话是在饭桌上说的。 她爸若有所思, 所以你觉得这种事没什么? 她妈并没有感到异常, 只是无所谓地说, 当然了。 这有什么? 现在的世道就是这样。 现在的世道就是这样。 所以她爸说, 我喜欢上了别人, 离婚吧, 我净身出户。 她爸跟那个女孩已经两年了, 只能叫女孩, 毕竟比陈毅还要小两岁。 她爸说她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我这大半辈子为了家庭为了事业付出, 难道零了我还不能为自己活一次? 听着她爸讲述她和那个女孩的相处, 陈毅只感觉被人打了一巴掌。 多相似啊。 她爸和那个女孩, 跟她和许愿, 多相似啊。 她就好像被人包光了衣服, 丢在大庭广众, 难堪, 休脑, 头皮发麻。 可她不能落荒而逃, 因为她妈昏了过去。 第一, 如果你爸没有提到离婚, 只是有了个红颜知己, 你是供请你爸, 还是心疼你妈? 第二, 你爸有这个红颜知己,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她为什么非要在这个结果眼上提出离婚? 临之许的两个问题就像当头棒喝。 陈毅终于明白了一句话, 原来刀子只有扎在自己身上才知道疼。 真正让她决定离婚的, 是她妈的一句歇斯底里, 对沈毅说的, 你果然是你爸的种, 跟她一模一样, 连找女人的借口都一样, 恶心。 恶心。 临之许说, 你能别再恶心我了吗? 她说, 你爸至少敢承认, 她就是喜欢上了别人, 你却连承认都不敢。 陈毅, 你还不如你爸。 陈毅如坐针毡, 瑟瑟发抖。 不是弟, 不是这样的。 可是, 她难道不恨她爸吗? 她恨, 她不理解。 她甚至不想跟她爸多说一句话。 如果把她爸质换成她, 林之许, 她那刚出生的女儿, 是不是也这么恨她? 陈毅怕了。 从那一刻起, 她终于开始后悔。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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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